在一带一路倡议里面呢 我们香港确实可以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跟作用 对吧 我们香港一直都是一个超级联系人的那么一个角色 无论在语言上 无论在我们发展的过程 对外交流交往的这个经验 到我们这个基本法 我们这个法治的这个体系来讲呢 都是适合这个跟不同一带一路国家 进行深度的这个融合的那么一个角色吧 那第二呢 香港也是被就是我们四四五规划里面呢 要做成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那么一个重要的定位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配合我们一带一路的倡议的 对 未来在我们中华文化跟国际文化的这种交流交往 我们香港绝对是会展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和发展的一些一些方向 所以这个自己香港在立法会里边 也是代表那个文化界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 我们自己也应该推动更多的这种 一带一路为首的一些文化交流活动 真正的达到这个民心相通的那么一个目标吧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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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